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宣告议事录确定 然后我们现在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 首先是我们法务部政务次长蔡毕仲蔡次长 然后是我们检察师副司长李豪松李副司长 再来是我们司法院副秘书长叶立霞叶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刑事厅厅长彭姓明彭厅长 以及我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林慧玲视察 还有卫生福利部的林春燕玲检任视察 以及教育部黄兰秀黄委员 还有内政部警政署的廖迅成廖副局长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的本会的委员 在现场的有吴玉琴委员 以及吴玉丁委员 好 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 并案审查本席等20人 凝聚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3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 以及审查委员洪孟哲等18人 凝聚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22条条文修正草案 我们现在进行提案的说明跟报告 发言的时间是三分钟 那本席的这个提案报告呢 我想省略我们就接下来请 这个吴玉丁吴委员做提案说明 谢谢主席 那我们提这个案呢 基本上就是因为现在网路啊 非常的发达 那大家使用手机上的通讯软体 也是非常发达 所以这种网路的传播的速度 跟以往来比较 已经是天差地远了 所以任何的不当的资讯在上面传播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 除此之外它的广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广 而且是会停留在网路上非常久远的 这个以前我们在最大的传播方法可能是在电视或是电台上面 那可能只有当下看到节目或是当下听到广播的人 才会接收到这个讯息 可是现在在手机上 在网路上 它是不断的被转传 不断的被扩散 它即使是三更半夜 也都可以有人看得到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一个 尤其现在这个仇恨式 复仇式的社情 就是越来越 越来越泛滥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把他的行者加重 因为其实已经 这跟以前已经是不一样的情况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另外还提了一个是 检举人的奖励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知道 它是在网路上传播 它是在手机上 大家现在很多是不具名的 所以他被检教单位抓 就是去侦查 其实他的难度是相对高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由民众来检举的话 这一个成效会比较显著 所以以上我两个主要的点 一个就是加重刑者跟法经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他就是奖励 当然也是保护我们的检举人 那其实我们检举人这件事情 是在106年的时候 施改国事会议里面 就有吹哨者的权益保障 那我们法务部这边 其实也之前有定了 那个接避者的保护法 以及公益通报者的保护法 可是在这两个法 都在立院三读之前呢 我们是希望在这么重要的一个 信播削的影片的传播 可以有相当的检举人的奖励 以及保护 谢谢 好我们谢谢吴宁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李玉玲委员 李玉玲不在 所以我们这个提案省略 还有洪梦凯 洪委员的提案说明 洪委员现在也不在现场 我们就请法务部蔡次长报告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 有关 李玉玲委员等二十人凝聚 修正草案规定 提案的重点 那么修正 刑法二百三十五条的 第一项的内容为散布 播送后 贩卖 猥亵之 文字 图画 声音 影像 或其他物品 这个 秀案的重点 那么 委员重视相关议题 而提案以以交重处罚 那么 因为现行刑法 刑度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大概有一些 如一百零一条的 一倍暴动内乱 三一三一的图例等 那 这些包括造势逃逸 或是加重诈欺 那 然而二三五条的罪职 是不是跟这些 一样上街各罪相类 那么 从两年以下 作然提高到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重刑 那么 这中间还有三个集聚 那么是不是有符合 罪行相当原则 请慎卓 那么 以有关 如一丁等十九人 拟据之修正 讨案重点 那么 认为 要帮将 两百三十条 第一项的内容 来修正 将现行条文的 法定自由行 其法金 行提高 并增定 检举保护条款 那么有关委员提案 将行度 提高的部分 那么 现行条文 两年以下的 有期徒相 而同级少年 性不需条例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那么 他是不是 也一并要 调整 提高的行度 那么 衣服 衣服保护 儿少之本子 至于 法金刑的部分 本部也有参考的集聚 那么 三年以下的图刑 对应之 法金刑 也不是 十五万元 尽情 审酌 那么 有关刑法 是刑事 处罚的根本 大法 有根本体系 那么 如果 在刑法里面 来增定 检级的保护条款 跟刑法体力 恐有为何 那么 这是不是在相关的法律 来 来 增定 以求完备 以赴体制 尽情审酌 那么 有关 李玲 等 委员 你记得 修正草案 重点 新增 二三一条 之二的规定 那么 修正 刑法 二百三十五条 处罚 以违反当事人 意愿的手段 获取 罗路 影像 或其他物品 等行为 并处罚犯罪 行为人 继续 第二项 犯罪行人 行为人 以违反当事人 意愿 获取 罗路 影像 或其他物品 并将 得手的物品 再次散布 另 增定 第四项 来处罚 犯罪行为人 之需 而获取 这些物品 那么 虽未将物品 散布 警惠持有 并以此为 猥胁行为 有关 二三一条 第二项 规定 委员的 提案 利益良善 但是 有关 强暴等 违反 本人意愿 的方法 来拍摄 罗路影像 现行 三零二 施行 激进 三零四 强制 三零五 恐吓 有关刑法二二一条 第一项 规定 对男女 强暴等 方法 而为性交除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其图刑 有关 草案的 规定 法定刑 就是三年以上 那么 这一部分 是不是符合 罪行 相当 原则 请在座 那有关 刑法三百 两百三十五条 同条 第一项 草案 规定 儿童及 少年 性剥削 三十八条 的规定 如果 第二三十五条 第一项 草案 提高 行动 到三年以下 有其图刑 荣有 轻重 失衡 之余 鉴请 在座 那么 有关 同条 第二项 草案 规定 那么 委员提案 应处罚 强拍 罗照的 散布 行为 那么 这一部分 涉及 犯罪行为的 认定 草案 文义尚有 疑 鉴请 离清 上开两种 行刑 刑法 三零二 三零四 三零五 恐吓 都有 来参佐 书面的报告 谢谢 好 谢谢次长 我们现在 在 司法院报告之前 我们再请 洪梦凯 洪委员 做提案说明 谢谢 感谢赵伟 以及 今天在场的同仁 我想 今天 我这边提出来 刑法 二二二的一个修正 其实最主要 大家都知道 二二二就是 二二一而来 二二一条 它是针对 强制性交的部分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其图刑 但是 二二二条 有这所谓的加重 其实我想 法令 不外乎 就是要与时俱进 而二二二在过去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已经没有再修正了 而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现在 资讯发达 以及科技进步的方面 其实 人手一击 都已经可以变成是一个 这个记录的一个工具 那 我个人认为 在 现在社会案件 层出不久的情况 其实 二二条 这个所谓的 强制性交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用 所谓的 不管是影像 录音 录影 照片 或是任何的方式 来去把这个过程当作是一个记录的话 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这个加害者 他想要进一步的 再利用这样的一个证据 或是这样的一个手段 来去进一步的再威胁被害者 来做第二次第三次多次的伤害 也因此这样的一个犯行 以及这样的一个心态 个人认为非常的不可取 也应该是受到强制性交的加重处分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应该是要严厉的一个规范 所以我想这是防范于未然 也是参考在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的这种社会案件提出来 那我也希望是说今天 大家共同讨论的时候 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提案修正 那当然内容部分用字潜词 法务部或是司法院这边的一个建议 都有说切入可能会让被害者知悉 就不一定是切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考量的话 我也认为是可以来做一个修正 比如说把切改成记录 切入改成记录 就是任何形式的方面 被害者知悉或不知悉 只要他有意图 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下来 应该就是符合我们这个立法精神 也就是他想要再 无论他是要去散布 或是他要再利用这样的一个证据 再对被害者做第二次第三次 多次的一个伤害 我认为这都是符合 我们这个修正的一个宗旨 所以以上只有这样的一个提案说明 也请各位同仁 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给予支持 感谢 好谢谢宏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司法院报告 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好 那今天奉邀列席贵友员会 就委员李贵明等人宁静的四个修正草案 有关中华民国刑法第235条231-2 及第222条条文的部分 来代表本院进行报告 深感农性 那本院的意见如下 敬请指教 第一部分 就委员李贵明等二十人 宁静中华民国刑法第235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 修正条文将刑法235条的 散布猥亵物品罪的法定刑 由现行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九万元以下罚金 提高为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关于本项法定刑加重的修正 那是设刑事政策 在符合罪行相当比例原则之前底下 本院原则上尊重贵院 及直管基章法部部的权责 第二部分 有关委员吴亦丁等十九人 离禁中华民国刑法第235条条文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第235条第四项规定 第一项检举人应以奖励及保护 其办法由法务部定资 这也是涉及刑事政策 那本院原则上尊重贵院及主管机关 法务部的权责 但请斟酌下列事项 第一部分 刑法中并无设有检举人奖励及保护 授权办法的立法体力 那一般立法体力呢 是规定在特别刑法 而且犯罪行为 在特别刑法里面 他们犯罪行为的性质是比较具有隐秘性 还有罪责比较严重性的这些特征 比如说犯贪污资罪条例 那在贪污资罪条例第十八条 还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那第十条 还有枪暴弹药刀谢管制条例 第二十二条 都有权质人相关的规定 那这个是性质上是会立在特别刑法 那本条的草案呢 修正常案最重本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并非重罪 那是不是有必要为了鼓励 卷局散布贩卖违线物品 而特别立法奖励及保务选举人 那坚勤斟酌 那至于提高法定刑部分 也是四色形式政策 在符合罪行相当比例原则的前提下 本院也尊重贵院及主管机关的权责 第三部分有关委员李毅林等23人 凝聚中法民国刑法第231条之二 及第235条条文修正部分 在修正草案第231条之二部分呢 那他的第一项有规定 拍摄裸落影像折 那这个所指的裸落影像 他的判断基准是为何 条文并没有定义性的规定 那因为事情涉及到罪行法定主义 及法律明确性的原则 鉴请厘清 再来第2项呢 就是本条的第一项有新增 违反本人意愿拍摄裸落影像罪 法定刑是定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如果是这样定的话 照刑法33条第3项规定 他的有期徒刑的上限可以判到15年 也就是他可以从3年判到15年 那这个跟我们现行的刑法221条 第一项的强制性交罪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侵犯 违反本人意愿而侵害性自主权的一个罪名 那他的法定刑只有3年以上 10年以下 所以两罪相比较的结果 那本条呢 前三项的这个法定刑 是不是符合罪行相当原则 也敬请再斟酌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本院其他意见呢 就请委员降入书面的报告 那敬请主席举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副秘书长 我知道副秘书长本来今天有行程 所以还为了这个很重视 今天这样的一个议题 还特别能够拨容参与 在这边本席预于肯定跟致谢 那现在呢 提案人跟机关代表呢 都已经说明完毕 您现在进行寻达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10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 现在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玉琴吴委员 主席谢谢 我确认一下我们 我待会问到卫物部跟警政署 是不是他们手上有麦克风 工作人员拜托把麦克风给 吴委员指定的两个单位代表 主席谢谢 我想今天是刑法的现行的一些行则提高 各个委员都非常关注 这个行则的提高 想要抑制这个复仇式色情 或是像类似韩国恩号房子事件的 在发生 那行则要不要提高 我想刚法务部跟司法院也都做了一些说明 也许我们接下来会再做详细的讨论 但是本期今天咨询会比较着重在被害人的一个保护 以及避免恶毒伤害的这个问题上面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次儿童少年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法里面 针对网继网路的提供者或网继网路的应用服务提供者 及电信业者 知悉这些 或透过网路内容的这些防护机构 反正你知悉这些犯罪嫌疑事情的时候 可以先行移除该资讯 那这个部分我想 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我想问卫护部 卫护部现在我知道你们也正在研议性侵害防治法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 目前是没有吗 未来的研议有没有朝这个方式来 因为现在资讯实在太发达了 报告委员 目前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并没有这一条规定 没有相关的规定 可是这个部分就保障不足了 如果说相关的它的影像 被放到网路上去 那你们没有立即做一些移除的这个动作 那可能就产生 接下来就更大的传播了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还没有做 好那来看一下下一个 这个是在施改国事会议的第五次的半年 每半年有一个报告 这是最近的三月十六号的一个报告 那卫物部有对于性侵害防治法的一个修正草案 现在正在眼里嘛 已经送出来了吗 送行政院了吗 对这个草案还在行政院审议中 还是在行政院的审查中 那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在上次有关相关的专题报告 收集三月十二十号也有提到 这种色情室护仇的这个 报复式的这个被害人 有没有可能纳入性侵害防治法里面的被害人的定义 这也是在施改会议里面对被害人定义 希望能够重新征修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把案纳进去 跟委员报告 因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有关性侵害犯罪的一个定义 主要是依照刑法的 防安性自主罪章 那些违反当事人意愿的 涉及到有关的这些行为 那至于我们讲的那个 复仇式色情 它其实不一定是违反当事人的意愿 有一些是当事人同意拍摄 但是他不同意被散布 所以是不是适合在 这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当中 去增定相关的规定 我想需要再演绎这样 我比较着重的是 如果没有放在这个性侵害犯罪法里面 的被害人定义 其实后面的被害人 就是说这些受害者 他后续的相关的服务 因为在刑法里面 不会去谈后续的协助 或辅导 或是所谓心理的重建 这部分就是没有 所以一定会在 希望的是在 卫护部相关的法令上面 才能去衔接被害人 怎么样让他心理的附件 或是相关的资源可以协助 那如果都在刑法 那就刑法就罚啊 罚那些散播的 或是加害者 那个对被害人来讲 其实某个程度没有 虽然说平复他的一些 某个程度 可是他后续的受伤的部分 根本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卫护部 当然等你提进来之后 也许我们会再讨论啦 我觉得这部分我比较着重的是 被害人 怎么样被 好好的被协助 而不是 就判完醒了 然后也 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协助 所以这部分是我比较关注的 也许我们 提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 那我接下来想问司法院的部分 因为 这个有关性侵害防治法里面 对于这个 相关的这个资讯 被害人的资讯 是不能随便被揭露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像这种遭受性 色情室的 报复的被害人 在法院开庭 在做人被确认史 会不会比照这个 性侵害防治法 来遮掩被害人的个资呢 这部分有做到吗 报告委员 那目前不止这个 应该法定应该遮掩 还有包括性侵害 一般的案件 我们在当事人栏的部分 都用附件的方式 就是各资的部分 以前是做在笔录的内容里面 可是我们现在都用附件 都会做一些 不会在法庭公开出来 因为现在法庭都公开 科技法庭都有大荧幕 那我们也不会把那个笔录 放在大荧幕上 所以现在整个法院 所以法院都应该改善 对于各资的部分 都不会这样公开 因为法庭开庭的时候 是公开的 那有时候会去做 确认这个人是谁的时候 还要附送 请他附送 请他报他的资料 那个就是人别确认 对啊 确认啦 像这样的个案 我们都有通订一下 都要注意这些各资 还有隐私的保护 那现在执行的情形 因为我不敢要求你 全面通案的处理 但对于这些 所谓遭到设行报道 我相信物试的被害人 我觉得应该要比同 性侵害防治 相关的要求 对这方面的 我们相信应该要 努力的去把它做到 而且要落实的把它做到 所以这是蔡 叶副秘书长提这个承诺的 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朝这个 一定要朝这个方式 因为他就是一个被害人 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去努力 包括那个隔离讯论 是 如果需要的话 真的是要隔离讯论 我们还做到他报道的时候 不要做一般的 程序的报道 一般是到庭务员那边去报道 他可以有另外的通道 我们另外到华警市 特别的报道 然后再从 也是走另外 所以比较像性侵害防治 或是一些家暴的案件的处理的模式 好 这个是应该要这样注意 一定要做得来 因为这个是对于 被害者的一个个资的保护 而且我们在通知传票的时候 就有附一张 告诉他 我们有给你做哪些保护措施 那你来报道的时候 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还有你可以涉工之类的 谢谢 谢谢副部秘书长的这样的回答 因为这个是我比较关注 被害人的一个个资的保护 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是 有关警政署的部分 因为在我们私改国事会议里面 其实对保护被害人 及弱势者的一个司法里面 对侦查不公开的部分 其实司法院已经针对 这个司法不公开的部分 在去年3月15号就公布了 那6月15号也生效了 可是今年3月份 我们新电发生了随机杀人案件 那个媒体不断的播送 请问警政署 我现在不追查这个整个进度 这侦查不公开 这样的一个影像 为什么一直可以在电视媒体上 不断的被播放 那你们到底像这些援警 如果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援警 你们处罚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依照侦查不公开的作业办法 那我们都有持续的先开始做宣导 然后做要求 然后若有违反到这个相关 侦查不公开相关规定的部分 已经花一年了 对都有惩处 然后今天我们要把那个资料带过来 如果有违反 远警同仁有违反 都有惩处 另外依照那个斯凯国事会议 我们每半年会把这个 相关的一个执行情形 都公布在网站上面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持续在要求 我想 真的对远警 我知道他们非常的辛苦 但是这个好像是常态 常常就是 应该是你要扣押的这些证据 可是就是媒体就拿得到 我不能以为 就三月份的这个泄密 应该是最后一次 因为你们已经这个侦查不公开 这个游戏规则已经在6月 去年6月15 快一年了 应该是所有的远警 应该要严守这个原则 可是 跟委员报案件有越来越少 违反的情绪有越来越少 我们持续要求 就是要再跟你问了 这是前几天的新闻 我们台北市的某市议员 在脸书上提到说 他遭到网路诈骗的过程 被媒体披露 这个已经是在审理中的案件 那媒体披露的内容 比他的起诉师还详细 他感慨地说 他从后到尾配合司法的程序 可是换来的是第二度伤害 这就是我要谈的是 你侦查不公开 那我们从警政到这个司法 海华务部 可能侦查的过程中 怎么让这些守法的民众 虽然是一个网路诈骑 真的是非常的普遍 可是怎么会 一个不小心的行为 然后就被公开 因为他是私议员 而且公开的内容比他起诉书还详细 这没有泄密 那是什么才叫泄密 所以你能够对这件事回应吗 是 这个个案我目前不是很了解 中间的过程在怎么样 我下去之后再了解 再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好 我们是真的不希望这个 所以侦查不公开 只是司法案定了一个游戏规则 然后下面还是 严谨还是不断的 可能不断的还是 没有做好证据保全 然后就是资料一直在往外送 我不知道过去媒体怎么样拿到这么多的资料 可是这应该要改善跟检讨的 那我今天本期其实比较关注的还是说 希望这种色情护仇式的被害人的保护上面 怎样避免被害人恶毒伤害 所以我想请警认署 还有我们NCC 还有我们卫护部 华务部还是司法院 我们共同来努力 谢谢 谢谢吴委员 谢谢吴委员 接下来请林委员桂米发言 好 谢谢主席 今天在520的当天讨论 今天这样的议题呢 其实是蛮沉痛的 其实也是蛮讽刺的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大家 有几个问题我是会需要大家举手 我第一个想请教大家的就是说 以大家个人的意见认为 我们台湾的司法改革成功的请举手 不成功吗 在没有 我没看到任何人举手 如果我错的话 那个请更正一下 最近的媒体上面 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司法改革 彻底的失败 司法改革的彻底失败呢 在今天520呢 其实它是一个 很沉痛的教训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要我们重视的 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呢 要请教大家的 是说 今天这个主题 认为性侵 或者是认为被害人的权益 不重要 不需要去改静 的请举手 也没有 所以大家都认为 今天这个议题 去散布这些性侵的影片 或者不管它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的 在网路上面 散布这些的影片 它其实还有一个 除了对被害人 造成伤害之外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负面的教育 为什么 因为尤其在疫情的时间 大家都在家里头 不管是这个 成年人也好 甚至未成年人也好 它在家里头 它不上课的时间 它接触网路的机会呢 其实是更大的 所以它透过网路的 讯息的传播呢 这个其实对这些的 不管是成年人也好 未成年人也好 它其实都有一个 影响跟教育的 一个状况 所以当你的行政机关 对于这个部分来讲 你完全漠视 它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呢 你会造成一个 一般的民众 它会认为说 这些的东西 其实是很正常的 也是社会可接受的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说 在各个相关的部会里面呢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部会来 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没有用其他的 特别的理由请假 我想请问 在您的各个部会里面 今天各部会的代表 在您的部会里面 对于今天 这样子散布一个性侵相关 或者是影会 这个这些的影片呢 在自己的部会里面 有讨论说 应该要怎么样子去遏止 这样的歪风 避免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呢 被毒害的 请举手 也没有 也没有 有 法务部有 来 就是不用回答 我只是先要问 有还是没有讨论 这个在内部有讨论 法务部有讨论 还有哪个单位 卫福部有讨论 跟儿少 跟儿少 还有哪个单位 警政署有讨论 还有 教育部 教育部有讨论 还有别的 司法院也有 怎么刚才没有人 然后现在纷纷的就有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个单位 NCC NCC也有讨论 这个有趣了 从 我可不可以再 请客单位 很快的讲一下 法务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讨论的 哪一年 哪一年就好了 拜托 因为我是 哪一年 105年来的时候开始 所以我知道 105年 所以2016年 法务部是从2016年 开始讨论 然后NCC 从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其实我们是针对 媒体试图跟广电的监理 都有 哪一年开始 针对问题回答 好不好 我们法令有的时候就开始 哪一年 NCC不知道 然后那个刚才是 教育部的部分 哪一年开始 107年 所以是2018年 然后还有 卫福部 104年是2015年开始 然后 2017年 2017年 NCC可以回答 还是不行回答 所以NCC代表 不知道 既然这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最早的是 从2015年开始 2015年开始讨论的 现在几年了 今年 2020年 所以从最早讨论的行政单位 讨论到今天 五年的时间 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遏止的一个情形呢 情况有改善吗 还是情况是加剧 我们看到的必须要很坦白的讲 情况加剧 更越来越严重 那我要请问的就是说 在这个法务部 那个蔡智长 我们讲说在这个强制治疗嘛 我们在 你在这个刑法上面 还有这个司法院也是一样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碰到这些类似像性侵案件的时候 除了刚才我们讲说影片外流之外 对被害人造成二度的伤害 其实不止二度啦 因为他一再重复的时候 他就再次的伤害 今天法务的报告上面讲说 把他的罪责从两年以下 拉到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这样子 有没有对等的一个关系 法务部 您去看一下这个罪责啊 您提出来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这个罪责啊 对受性侵的人 对影片上面 牵涉到的那个人来讲 他其实 是等同心死耶 当他心死的时候呢 他的人虽然是活着 可是他等同 他是行尸走肉耶 然后他对整个 因为他心理的因素 他对社会的敌对的态度 他对整个社会产生的负面的影响 然后同样的影片 不断的在网路上面 不断的传播 不断的灌输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样的行为 他是可接受的 所以行政单位 没有采取任何的一个措施 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可接受的 请举手 大家都不认为他可接受 认为他既然不可以接受 然后我们的行政单位 讨论了至少五年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符合人民的期待吗 认为符合人民期待的举手 都不认为符合期待 你们各单位 除了代表个人意见之外 也代表行政单位 那人民的 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窝吗 我们的行政单位 认为行政单位 才是真正的主人 今天是520 认为行政单位 才是真正的主人 行政单位 不是服务人民的请举手 也没有 那这样子没有失职吗 这是我第一问题 好 那个防部次长 拜托你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性侵案件 从以往到现在以来 您刚刚前面提到 法务部事实上 从2016年 您到职之后 就开始讨论这个议题 相关的案件 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在第一个时间 就遏止它可以在网路上面 传播的 有多少的案件 然后类似我们讲 李中瑞的案件 等等的案件 到底在实际上面 待会请司法院回答的是说 做了一个强制治疗 的处分的 有多少的案件 保护回答的时候 拜托司法院准备一下 好吗 谢谢 谢谢 主席给我们这个机会 因为为了节省时间 那么我最主要到部以后 都是我们检察官 那么在细部的作业里面 详细的在短时间内 跟委员来报告好吗 来 请 委员好 我是法务部讲压师 蔡贾官 那很感谢委员的垂询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蒙委员您 先前在三月份的时候 有召集公厅会 那也有请本部邀集各部会 然后来召开相关的会议 那本部对于委员这边的指示 接着我打个岔 因为我们有时间的限制 可不可以拜托 那个公委的话可以省略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 好吗 没问题 谢谢委员 本部在4月13号 有邀集卫福部 然后以及 历政部警政署 然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等相关的部会 有就被害人性私密影像 怎么样尽速的移除下架 召开相关的会议 那本部的所属检察机关呢 也已经跟 IWIN 以及各地检 各奔局 还有副佑队 建立相关的联系窗口 那希望可以第一时间 然后协助被害人 透过IWIN 来尽速移除下架相关的 性私密影像被外流的影片 那以上 但是 这个市长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但我对你的答案很失望 市长本来是希望你讲 他从2016年 他到任之后就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您刚刚讲的是说 2016年到2020年的4月13号 本会开公经会以来 没有任何的事情 时间到好 那个司法院我可能拜托一下 就是说你会后要给我 实际上面性侵的案件 跟那个传的这个 这个在网络上面传的这个资料 他的整个total全部的案件数 以及你因为相关的案件之后 你做了一个强制治疗处分的案件 比如说你有100个案件性侵 你强制治疗的部分只有多少 然后在网络上面传递的 也拜托NCC要提供相关的资料 因为目前看起来NCC 最没有作为 那我只在结束之前 我只讲了一个 在同一片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从这个早期 传统的社会 在我们的刑法制定的时候 民国24年 以来 然后我们讲说 那个时候呢 曾经这个条文曾经修法过 他原来是处 原来早期的时候 他处1000块钱以下法金 你不要看1000块钱很少 在那个时代 1000块钱是很大的 那时候公务人员的钱 都带只有几十块钱而已 那个时代公务人员 然后呢 你后来修了 把它改成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后你再改成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后你今天要讲说 他的刑责 还是不需要变 我真的听了 汉言 也为我们全国的 这些的被害人呢 感到悲伤 我们的司法改革 在520的今天呢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蒙羞的议题 我们台湾只重视 被告的权利 80%以上的资源 放在被告上面 被害人的资源 放不到16% 这是刑刑单位的资料 我觉得在520的今天 真的要好好的检讨 我们对不对得起 我们台湾的百姓 以上谢谢 谢谢李委员发言 好我们接下来请 吴依丁委员 谢谢主席 那个 下一页 再下一页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其实那个 性侵害事件的被害人啊 他其实是集中在未成年 是集中在12 12到18岁未满 然后我们刚刚 这个是去年的资料 所以确实 我们今天提的法案 是在刑罚里面的 不过我也有提在儿少里面 在儿少的 36跟38 所以法务部的建议是说 我们这边如果提高刑者的话 儿少跟儿少那边是不成比例 所以我们儿少那边也说了 不过要等 卫福委员会那边 变澄清 我跟主席的看法完全一样 我认为偏重被告的一个保护 一个人权的一个保护 不遗余力 但被害人 自从我到任以后 我认为被害人的保护 要更胜以被告 更胜以犯罪人 所以刚刚检察官讲到了 只是就主席三月份才是 积极的去促成 各跨部会的一个合作 贴调 那么再者更重要的 也没有说 我们不可以把两年以下的 法定刑度提高 只是说 我们要把两年以下的提高了 三个急剧 一下的跳到五个急剧 这个部分还要考量到 儿童及少年训剧协调理的 这个法定刑规定 一并的 要提高 一并提高 我都没有意见 之前就像先前一样 喝酒造势 把一个家庭毁了 你要给他死刑 我也都没有意见 但是 法律有法律的定则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一起来让他 合乎法律规定的提高 我一定站在 谢谢 那另外我想请教的是 有关于那个 检举人的保护 以及奖励 因为 刚刚那个有提到说 你们有跟NCC 有跟卫福开会嘛 就是说如果在网络上 有这个散播的行为的时候 你们是透过 IWIN这个团体 可是我好奇的是 请问一下 最开始发现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东西传播的速度 很快 很广 所以要让他缩小他的扩散的速度跟范围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越早把他拦截越好 那我们知道现在法务部 他们采取的方法是由监警单位进入一些可能是钓鱼的方法 进入一些诗人的群主讨论空间来钓鱼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方法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才会建议说由一般的民众来检举 那当然检举的话就需要有相当的保护跟奖励 那刚刚法务部也提到说 那个这个是刑法不是特别法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东西一开始是希望在儿哨那边也是放进去的 不过如果儿哨那边放进去 这边大家就觉得不重要了吗 就是说如果没有一般如果没有人检举的话 就是法务部这边你认为办案的效率如何 就是一般人如果有民众检举 会不会让你办案的效率提高许多 跟委员报告完全同意 我们现在就是正义常常是辞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那委员提到的这个 我们只是说就刑法来讲 这个一个根本大法 体力没有这样的一个体力 我们不是反对把这样的 就像我们的接闭者保护法 就有很多接闭者的一个保护 很快就会在大院里面来審议 那个目前来讲因为现在在写这院嘛 接闭者保护法 对不对 已经送院了 已经送到大院了 应该是说已经送过来了吗 公司都有吗 还是机会 他是公司一起的 接闭者保护法就是因为把公司 弄在一起 那才会稍微有一点时间的延荡 OK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即使是会选这件事情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接闭者的保护 他必须是这件事情是很隐秘 而且罪责是比较重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 这个散播私密影像这件事情 它的隐秘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用 不是实名制嘛 网络还是不是实名制 那对我来说 罪责是非常高的 这是就像刚刚许多委员已经提到了 这是性侵害之后的二度的伤害 他真的是不是 就是人还活着 可是心已经死了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 那我是觉得 以体力来说 确实可能跟现在 整个刑法的体力不是很符合 可是 以一般的老百姓 以受害者的想法来说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可能在法务部这边 你们在实际的进行的 可能有一些行政程序要把它定好 可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其他的接闭者的保护跟奖励 完善的规范之间 或者是市长 你觉得说你接闭者那个过了之后 就可以完善的保护这一方面的吹哨人吗 根委员报告 就我们主席很早就发现 这些一个跨部会的 所以就要请我们法务部 去收集 那么各部会到底他们的进程 那有关我们细争的这个问题 到底要如果完善 因为这牵涉到卫福部 牵涉到内政部 牵涉到其他相关 NCC的其他相关的部会 那么救委员关心了这个事项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刚刚说已经送到大院的 我送的 我是说 例如像接闭者保护法 这样的一个接闭的一个保护 我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有关委员 关心了这个事情 是不是在相关的法令 比如说我们 未来在 在有关这个部分的 这个 另一个专法 市长我想请一下 如果说这个东西放在儿少的 三十五三十八 对不起 三十 三十六三十八的话 你觉得就知道吗 我不反对 因为我只是说 你放在刑法 OK 我比较 我们就我们刑法的 这个体力来讲 我们比较没看过 这样而已 OK OK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有关性侵的 被害人的 之后的保护 或者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 这些性侵的加害人了 那在台湾 我们整理是抄了 美国的梅根法案 还有杰西卡法案 大概是抄了半套 就请他们去警察派出所那边报道登记而已 可是我们并没有做到公布加害人的个人资料 来警告他周遭的社区 或者是他周遭的家长 他如果说这个人是儿少性侵的加害人之前 那请问一下法务部你们这边的意见是 这个东西在台湾 适不适合公布加害人的相关个人资料 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 是不是比较适合 由卫福部 卫福部来 来回应 报告委员 那个性侵犯犯罪防治法在前置修正的时候 针对到底性罪犯的加害人的资料要不要公告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蛮多的讨论也开了好几次的公听会 那因为大家的意见就是都正反都有 那只有所以折冲变的是登记报道还有查询 那查询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要去聘请一个从事的这个工作 那我对这个人的这个 是不是过去有没有一些性犯罪的记录 我是有疑虑的 那我是可以向警察机关去查询 他有没有一些性犯罪的一个记录 这样子 这样子吧 我们家有一岁的小朋友 我是不是要去警察局查询所有的人啊 如果说我怎么知道说到底我的 我住的周遭有没有这样子的危险 我带小朋友出去公园玩安不安全 如果有一个人接近我了 我的小朋友到底安不安全 再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因为这个议题本来就是 在国内一直在持续的讨论当中 就是我们在保护这个一般的社会大众 跟这个人权的这个部分的横平 到底应该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折衷点 那应该说以人权来说 在美国的话 他们有两个州 已经有人权团体跟法院上述说 这样子的公开是不符合人权 最后他们是败述的 所以即使是在美国 他们也是 就是这么尊重人权的地方 也是败述的 那我们在台湾 那我们是不是请 请大法官来视线呢 还是怎么呢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 公听会开来开去 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已经讨论好几年了 那我觉得身为小朋友的家长 我们是很担心的 像美国你可以做阶段性的嘛 就是说OK 比较没有这么危险的 他分一二三四等级 就是一是比较轻的 四是比较重的 一是比较轻的话 那你就跟警察派出所报道就好了 那二的话 你可能必须要通知学校以及社区 第三的话 就是比较最重的话 他可能就是公布在网路上 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地图一样 就是你住在那里的人 就知道你附近有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 去做折衷 而不是 而不是只做或只不做 而是我们做阶段性的嘛 谢谢 好谢谢 吴丁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郑立文 郑委员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的事情 因为发现有一个错误的话 我该不敢马上跟委员澄清一下 可以 所以避着保护法 因为上一届的立法院的党政协调平台 曾讨论过了 所以我最目前法案是退到在行政院 大概5月26日要审议 这个信息也特别跟委员澄清 好 避免誤会 谢谢 好 谢谢次长 接下来我们请郑委员 谢谢主席 因为今天呢 之所以大家提出这么多的修法 就是因为韩国的这个N号房 那么在现在网络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 那么这一类的影片无远佛界 好 那么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防范 不过我今天呢 想要先救教于现场的这个法务部的问题是说 那么对于付费观看犯罪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要怎么办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平台 他不管是色情 或者是说甚至于像大陆有这样的一个案子 就是大学生虐猫 他在网络上面就是表演虐猫 各种虐猫的方法 他已经是一个产业链 他两个月就虐杀了八十只猫 然后呢 这中间非常的残忍 我就不讲了 然后网民呢 就是付费 去看他的这个影片 那甚至于呢 在这个虐猫群中 因为呢 很受欢迎 所以呢 还有就是看的人说 那可不可以虐婴啊 虐小孩啊 虐女人啊 那这种在网络上面 因为他这个行为 本身应该已经是处罚了 可是呢 他用这个方式 来吸引大家观看 比如说全世界很多 所谓的色情的网站 你可以付费观看的里面 有很多是就是色情骚扰儿童的 很多这样子的一种 国际上的网站 因为现在已经是网络无国界了 所以其实你在台湾 你要付费看 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未来 很可能还有很多的 因为石敬秀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那不只是在网络上面看到这种 就是性虐待啊 或者是说性骚扰儿童啊 或者是虐猫啊 虐动物啊 虐人啊 甚至于石敬秀我说的 偷窃 甚至于是暴力的犯罪 那这一些未来 都很可能会发生 那我不知道这个 法务部有没有去研究过这个问题 就去成立 提供这个内容 我相信是违法的 但提供这个内容 他可能不是台湾人 他发生的地方也不是在台湾 我们根本没有管辖权 可是你在台湾 如果有人付费看的话 看的人 到底要不要管 诶 详细 我回去一定会马上研究 但是我跟委员的看法一样 我认为 这最起码 有鼓励 因为没有人看 他就不会演 那再来就是说 甚至还说 还指定 要捏猫 还要捏英 这个有教授的可能性 所以在现行 其实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法员 我们就可以侦办 那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动保法 涉及到刑法的领捏儿童 那么有关儿少剥削的这些条例 卫护部 他们也是他们主管这边的法规 谢谢 欢迎句话说 不只是提供内容一定处罚 你付费其实就有教授 甚至于供办 那如果说他不用付费 其实很多现在网络的形态 他不是赚这个费用的 会员费 或者是你看的时候付费的 他赚的是广告费 是流量 所以呢 其实很多电影的情节 就是杀人网站 要怎么杀 人越多 越看我就杀越快 就零月致死 所以说他没有付费 可是我在网络上很多人看 所以我就赚流量 甚至于可能有人下广告 那请教部长 你也不可能去抓 免费看 你免费就可以看了 可能上千万人在看 搞不好全球是上亿 但在台湾大概没有那么多 在台湾 假设上几十万人在看 上百万人在看 你也不可能通通抓这些 他免费就可以看的话 那怎么去 跟委员担心了一样 像这种 就涉及到私人的道德 其实眼睛看到的东西 第一个伤害的是自己 所以这个伤害 其实他不知道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道德券说 可能不是法务部可以做的 这些人道德券 你会好奇 当你在网络上说 现在大家都在看 在干嘛 你可能就 你也想定去看一下 哎呀怎么会是这种东西 但你已经点进去了 你已经砍了 我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在网络平台上面 必须要要求他们 不可以播出这样的影片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下广告就应该犯法了 因为他付钱资助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有部分了 像这个IWIN 他们有一个机制 就对于 额少播销的那部分 那个已经有一个机制 事实上 是不是还 再要更广泛的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在座的 我想有很多 都在这个网络 这个世界里面 受害过 只是说有些方法 我们法源 充不充分 所以这个我也认为说 这个必须要规范 但是就刚刚我们可以 一个简单的终结 付不付费 可能会是一个 他有没有犯法的一个界限 但即便不付费 提供内容的 不管是真实提供内容的 或者是平台业者 或者是资助的 任何的广告商的形式 都会触发 都有触发的可能 应该是这样子讲 那接下来继续要请教的 就是说 有关于今天的修法 因为它实际上面 是一个 实物上面 很困难 管制的 即便你有了 有了法律 就这一点 因为 其实现在 你们真正 收到的案件 极少又少 那如果说 以妇女团体 台湾的妇女团体 统计的话 每年大概有 500件的求助案件 这还是有去跟妇女团体求助的 那500的案件里头 它其实会去报案的 然后报案了以后 会坚持到底的 那个比例更少 所以以妇女团体的经验 只有三成 33%最后会去报案 而中间 这三成里面 又将近一半 44%的人 都觉得 他在求助的经验里头 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会求助 司法单位的时候的 那个比例 就已经很低了 那其他的国家 都有相关的研究 就是认为说 可能十分之一 10%的人 都曾经是 这一类型的受害者 但是你真的会去求助的 尤其到司法单位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这中间又有 因为他很 很怕会曝光 就算他去告了 半途撤销的比例 也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修法 因为大家都集中在 刑法的部分 那这也是可能 有一些妇女团体 希望立专法的一个考量 那是不是在刑法里头 就一定必须等到 造成伤害了以后 才能够写在刑法里面呢 在刑法里面 能不能有规定 在伤害还没有造成的时候 譬如说我是当事人 我就可以要求他删除 我可以要求所回 那在还没有可能发生这个伤害的时候 就制止他 就他人 握有我的这些相关的隐私啊 裸露啊 这些这种预防式的法律的规定 不能定在刑法里面吗 一定要定专法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刑法 委员知道刑法 这个是一个 我知道 刑法的根本大法 那你很多 为什么我们立专法 有些事情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你觉得他这是 就是他非要 因为刑法的本质 就是他非要侵犯到 威胁到 社会法义的时候才可以 那这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吗 就说他有可能 他虽然还没有实施 他有可能 或是说他 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 岂不是就要向民间的主张 要另立专法啦 没有 因为目前其实 大院也有委员 也有提案 有一些立一些专法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并没有 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并没有 没有说 你要立专法 我们刑法就是不能动 不是这样 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意见 所以我们只是就说 提出来的 要在刑法修的话 就符合刑法的 他的一些立法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完全open的 要修刑法也可以 要修专法也可以 双头并进也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二则一的问题 没有没有 没有问题 我们只是说 法律是一体的 我们法律不能是各行其事 那不能说刑法大法规定这样 专法又规定另外一样 那尤其那法定型 不能以重以轻 因为老百姓是要有法的 秩序的安定性 我是这样的考量而已 所以但回过头来 所以你还是觉得 预防性的这些法律的规定 比如说它必须有义务 当我是当事人 我在那个相片里面 我如果要求你删除 你就必须要把我的部分删除 或说把我的部分的相片 要还给我或影像 你必须还给我 然后在你那边必须删除 这样的法律规定 只能定在专法 不能定在刑法吗 有一刑法就像 程度刚刚委员讲的 比如说你看到很多很广泛的 在专法还没定义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法律可以规判 其实事实上解释 有时候 市长我的意思就是说 说不定在刑法里头也可以做 但是你刑法在规定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再继续抿移的 就这些比较细部的规定 可能就比较 比较 比较 缺辱是这样子 好这是立法的层面 但是可能在 这是一个立法的层面 但是在实务的层面 这牵涉到我刚刚说的 很高的困难 当事人怎么样觉得他 很comfortable 愿意相信我们的司法体系来报案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司法体系的教育 然后如何强化 有关这方面案件 该怎么受理 怎么帮助 协助这些当事人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 跟立法层面没有关 而是你在实务执行的时候 这会影响当事人的意愿 愿不愿意告发举发 跟寻求司法单位的帮助 否则我们立的法也是百例 谢谢 谢谢 那个NCC 拜托你回答一下 刚才郑委员提到的 就是说 像这样的 比如说是不管是虐老啊 虐童啊 或者虐动物啊 等等的情形 直接在网络上面 直接封锁的可能性 各位委员报 ICC的在网络这边的权责 是依照儿少法四十六条 就是邀请主管机关 去成立这个IWIN 这个防护机构 那防护机构 它其实它没有 那个法律的权限 它做的是 就是整个借接 民众的申诉 跟主管机关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它受理申诉之后 如果说像刚刚委员所咨询的 这些案件 比如说动保 或是虐童的话 那如果是虐童的话 可能涉及是儿少的保护 这个部分 它会跟平台业者说 就是说这个可能 平台业者要启动自律机制 去检视它的这个社群守折 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定 是不可以有这个内容在它上面的 另外呢 它就会再移给主管机关 就是卫福部跟设政单位 看看是不是有违反相关的法律 那动保的相关规定也是这样 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接的一个单位 这样子 一向说明 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负责 是吧 NCC只是说仲介 然后主管机关是卫福部的话 需要卫福部去通知平台业者 还是怎么样 我没听懂 意思 比如说现在有个虐童的内容 那其实虐童它是蛮严重的一个案子 那它一看到这个内容 其实因为 IWIN它有一个 跟平台业者 就是网路的平台业者 它有一个立事规定 立事规定里面 比如说像虐童 这是属于重大案件 它会在一天内就处理 它会通知这个网路的平台业者说 你要赶快启动你的自律下架 因为IWIN它没有法律的权限 叫它下架 可是呢它同时也会给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在额下法里面是有权责 是可以合处这个平台跟内容业者的 主管机关是有权责可以合处 这是你的意思 那拜托那个会后可能请各机关 就是你们手头上面 的确有接到NCC这样子的 那个通知的案件 到底它的次数是有多少 然后你们做了相关的处置没有 会后再拜托提供 我们接下来请刘世芳刘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我先提一个权疑问题 就是是不是可以给NCC 卫生福利部还有教育部 还有内政部警政署 今天代表的同仁 先拿一下麦克风好吗 再拜托把这个麦克风给 四个相关成员都有拿到了 好谢谢 那我们开始刘委员 好谢谢主席 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刑法235条要不要修正 那里面注重的这重点是放在加重他的刑责 或者是加重他的罚金 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是为了解决 目前我们所看到像南韩的这个恩浩房事件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大概没有达到重点 而且在我们相关机关包括司法院跟法务部都有提到说要考量这个罪责相当跟比例的原则 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蔡次长 次长那如果说刑法235条里面的条文或者是罚则或者是拘役这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说的这个南韩恩浩房事件的所谓的被遗忘权的话 那您认为我们应该修正的法条是在属于哪一些法条 刑法吗还是放在譬如说家暴法或是放在其他跟这个社会福利相关的法律 这样子我想再提供您您可以再看一下我所提供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妇女团体所提供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统计资料 就是说啊这个加害人持有性私密影像的后续行为 已经威胁但是没有散布的高达三分之一的百分之三十四 威胁直接散布的是二十六趴 然后以威胁同时也散布了十八趴 勒署发生性行为的十二趴 那这个里面是表示什么 就是他们不管有没有在获得 已经被我们的司法单位调查或其他的这个处分的方向的时候 有高达将近七八十趴的人呢会有这个散布的这个行为 那您再看一下在妇女救援基金会呢一共有收到487个案件 它里面提到说未得同意散布当然是没有得到同意啦 因为这些都是在没有加害人同意的状况世界就直接散布了 那既然他直接散布的处理的方向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纵使他们这些这个加害人 已经有接受我们法律的制裁 但是呢他们后续所产生的对这个受害人的影响还是在 这个在的话包括妇女本身的尊严 或者是他个人的隐私权 所以只有修正这个刑法 这个235条加重他的这个处罚 罚金等等这些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状况之下 以这个法务部来看 我们怎么样可以处理 可能是刑法或是非刑法以外的其他的法律 应该怎么做这个条文上面的修正会比较好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建议就是说 如果是这一部分是不是在家庭暴力防治法 以及性侵害犯罪条例法 还有儿少性部一些条例法 有有关这些法规来 就是相关的都是在卫福部所主折的 这都是卫福部主折的相关法规是比较贴近 好但是呢 那个市长我再跟您讲一下 我为什么不会觉得说 我们有我们的委员要加重徒刑 或者加重罚金的方式有用 因为这个 这个在法务部自己的统计里面 过去五年当中 违反刑法235条起诉的人数非常的少 104年73件到108年降到49件 过去五年当中只有289件 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风气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性侵害或者是家暴或者是这种 这个这个骚扰等等 其实是相当多越来越多 我们也可能说是黑数慢慢降低 但是如果只有图这个修刑法235条 于事无补 我觉得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 大概不在于法律自己本身要加重他的处罚 而是在怎么样 可以让这个散布性私密影像的加害人 可以真正呢 在受到这个我们法律的制裁之后 可以呢让我们的被害人呢 可以回到他自己本身的自尊 可是不容易 为什么要请教 我现在请教一下这个NCC的这个 林慧玲检任视察 如果这是一个网站 你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所整理出来的 散布性私密的加害人的网站 在通讯软体上面 不管是上传 最主要是说还有国内国外的网站 那这些网站那如果一旦 这个上传上去以后呢 恐怕也不是加害人自己本身说 要把它关闭网站 或者是要把它这个 消除这个网站就可以处理的 所以如果有这些搜寻引擎 或者是境外网站是涉及到 假设我们现在还是刑法235条的话 那请问一下NCC有没有其他有效的 遏止方式来处理有关于这个性私密影像 被非法的散布在国内外的 这些搜寻引擎或网站 那同样的问题呢 我也要来请教一下 就是内政部的警政署 来 来 视察 视察您先答 NCC先答 不好意思 基本上就是 以额绍这种性的 就是 信息密造这个 其实国内国外 大家都是蛮注意的 那如果是境外的平台 确实是我们这边会请 就是直接给平台业者 那他们大部分都愿意协助 那如果说 那就是道德劝说而已 那对于国内的部分呢 国内部分它就违反相关的法律 所以在NCC里面你们是引用 也就是刑法235条 或是相关的这些 对这就会移给相关的单位来处理 那曾经处理过吗 下架过这些网站吗 有有有 境内的是有 境内都很配合 那你可不可以把 过去的5年当中 这个部分给我看一下 好的 那我同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 警政署的副局长 廖副局长 您来回答一下 我们警政署里面呢 是有这个电子的针灸队嘛 是 来处理这一块 那如果是有人报案 那还没有经过法院来判刑的时候呢 我们也认为它已经涉及到 不管是家暴而服 或者是刑法235条的话 那请问一下刑事局 怎么样用你们的这个电子警察 这样的方向 来追查所谓的网站 包括国内外的网站 或是搜寻引擎 然后现在 有没有一定的行政规范 来要求可以下架 因为如果有这个加害人 他们已经去报案的话 可能我们马上要从这个地方 阻止他 不管他是有徒利 或者是没有徒利 有些人是为利 有些人是为权 有可能为仇恨 或报复都有可能 请问一下现在 我们的刑事局 有没有这样的规范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好是 谢谢委员 那跟委员报告一下 目前国内的部分 我们抽 IWIN的部分 大概跟NCC刚刚说的差不多 那如果这个是在境外的话 那我们局里面现在 跟Facebook Google 还有LINE 这个平台 如果是在这三个平台散布的话 那我们 透过跟平台业者 调取账号资料跟IP资料 能够来追查 现在有吗 现在有这个实物吗 好 那你刚刚讲到三个 是Google FB 跟LINE 那那个Telegram 或是IG 或者是Yahoo 这些呢 那如果不是属于上述的 这三个平台 因为还没有正式跟他们 建立调取资料联系的机制 因为这些国外网站公司 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一些沟通协调 包括他们内部的相关的 好 市警政署自己沟通协调 还是有透过像NCC 一起来跟他们沟通协调 因为目前大家都知道 像IG也是一样啊 甚至有一些是 我们讲说比较多的境外网站 几乎都来自中国 但是他们在台湾 可以无限制的散布 没有任何其他的规范 甚至是散布人家的性私密的影像 那这方面呢其实对于加害人来讲 这个可能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啦 不管这个伤口是否愈合 所以内政部的警政署 不可以自己处理啦 我认为说你必须要针对 这个部分 包括从这个NCC 或是从这个卫福部 或是甚至教育部 因为这也牵涉到学校的 这个大量的这个网站嘛 可以吗 不要只有这三个 您刚刚提到只有Google FB跟LINE 但是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IG也好 Telegram也好 甚至Twitter 或者是Yahoo 那么多 大家都知道在哪里 甚至可能还有百度啊 什么这些 如果警政署这样做的话 就太偏颇 没有办法照顾所有的被害人 好吗 好 我们继续来努力啦 那请问你们什么时候 可以跟他们沟通 完成这个部分 因为有些像他的业者啊 他那个沟通的业者 他在台湾这边也不见得 他有他的一个注点 或者是代表在这边 所以我们有时候 还需要透过一些管道 来跟他们联系 当然啊 那这是你们 这是你们应该做的部分嘛 那我建议就是说是找卫福部 还有找这个NCC 一起来处理好吗 谢谢委员 相关的这些网站 或搜寻引擎啊 一起来联系好吗 确实可以保障 然后建立一个防线嘛 那我同时也要问一下教育部 教育部的这个 黄专门委员 教育部也有教育部的这个网站 那你也知道 像南韩的恩浩房事件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学生 所以事实上呢 这些被害人的私密影像 甚至是有涉及到 当然这不是在台湾发生 可能有十几岁的这个 未成年的这个少女 甚至有些少男 那在教育部的立场上面 如果有这些私密影像 被无限制的播放出去的话 可能对于学生本身 就是受害人本身 他们根本不了解状况之下 就是一直被伤口撒盐 那请问一下 教育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保护机制 你不要告诉我说有什么专线 我只要告诉你 你只要告诉我说 有没有跟教育部相关的网站上面 可以强制下架这些 已经涉及到我们违法的部分 因为这个网站部分不是教育部的主管的部分 不过我觉得在教育部里面 其实我们教育孩子他们第一线 就第一时间要知道说如何保护自己 遇到状况要求助 所以教育部是从教育同学的这些相关这些媒体素养 以及性别平等 他们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这些立场 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些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学校会透过相关的辅导系统 那学校也有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人员 我们会告诉学生该怎么样去求救那去求助 那当然第一时间我们希望他们就尽量不要拍摄这些影片 不要对于不同的教育阶段的同学 我们对于第一年级是希望他们可以保护自己 不要被陌生人诱骗 那到于比较中高年级之后过后 我们会告诉他们相关的法制的观念 包括说他们可能在网络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境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怎么样保护他们自己 以及可能要付出什么样相关的法律的刑责 那其实我们是针对不同的教育阶段 有不同的这些方案的设计 那由于资讯媒体的这些发达 我们现在也把这些相关的素养 融入到108的一个课程 包括我们也在性别平等 也是在性别平等教育法里面 我们有相关的规范 那也谢谢委员的提醒 那我们还是会后续会持续去加强 那如果学生遇到后续有相关的状况 我们会提醒他们该怎么样去求助 那我们会跟相关的部会来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讨论 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看到了只是一个18进不进的部分 一定要有作为 因为在网路上面也必须要网路警察 或是网路风际的这个角色 才能够遏止这些被害人 这个继续受到其他的伤害 那我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统计资料 也给大家看一下 在性私密影像的散布管道 网路社情网站是38% 社情网站是28% 通讯软体是22% 加在一起已经将近快七八十了 这是非常高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吗 谢谢 谢谢 刘委员 那个我先处理一下那个程序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刚才我在问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举手了 今天这个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那个司法院都 父母长都波容前来 NCC 卫福部跟教育部 我们的通知书上面 请你们一级主管到 连请假都没有 然后 就不遵守 那个要求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卫福部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另外在卫安委员会 也有另外一个报告案 然后我目前就是因为 司长还没有到任 那只有副司长 所以可能副司长就到 卫安委员会那边 好 那下次还是要拜托 请假还是要有 好不好 那那个NCC呢 大理事 我们今天是委员会 我们下次会请假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我们会里面的委员会 就是 NCC本身的委员会 那那为什么不用通知本会一下 就是说 连最基本的请假都不做 是怎么回事 是会请假的 不好意思 彼此时间有点尊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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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教育部也是有会吗 是不好意思 我们下次来说补证请假的程序 主席不好意思 一路请假可能要事前 是 它不可以事后 好 我们会补证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那你们回去是可以带到主管吗 还是不行 还是只是口头报告之后 然后今天这个议题又这样子 银淡风这就走过了 ok 好 接下来我们请郑昀鸥委员 郑昀鸥委员 郑昀鸥委员不在 我们请周穿梅委员 谢谢主席 那我想今天除了几位委員關注的法案之外 本席想要就一個法務部所屬 這個彰化地檢署 這個莊姓的檢察官 有關於他在辦案的時候 做的一些調查 那有性騷擾的爭議 我不知道次長知道這個案件 是的 那現在最明確的一個訊息 也就是他在2020年4月7號 監察院已經提出彈劾 次長知道嗎 知道 知道齁 那後續就是送到 就是給職務法庭來做審判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現在他有調動嗎 還是在彰化地檢署 現在在雲林 現在在雲林是不是 好 那大概他被彈劾的這個案件裡面 有兩個室友 那我大概就是放在 就是這個媒體也討論很多的 就是勘驗的部分 那這個事情是在2018年 我助理沒有帶那個PPT來 2018年4月24號 那檢察官在開庭的時候就當場進行勘驗 被告的身體 那2019年這個2月1號 因為這個被告他覺得他被性騷擾 所以他提起自訴 那彰化地檢署是自訴不受理 那後來3月13號2019年3月13號 二審台中高分院就駁回他的上訴 2019年3月22號 彰化地檢署發新聞稿表明 信騷案已在調查 那後續我們他的調查的結果 我們大概是從新聞上看到的 然後2019年4月19號 法國部召開人審會的懲處 所以我想要跟市長請教的是 這個人審會的懲處 是後來你們移送監察院的一個 一個結論嗎 就是你們懲處的結果 是移送監察院嗎 還是監察院的發動是誰去 誰發動的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確實 這個人審會懲處 我也有參與 那因為時間上過了 過了一陣子 大概 大概這個 那沒關係 請那個保護查一下 我查一下會跟委員懲罰 就是我想要了解 監察院的彈劾 我看一下他的監察 那個彈劾書 跟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人審會 已經是用警告來處理 警告 就只有警告 然後監察院的這個彈劾 這個調查 是他們自己發動的嗎 不是法務部 不是法務部移送的 應該不是 好 那所以呢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第一 當然現在監察院的彈劾 然後職務法庭 怎麼樣審判 我們當然就是尊重這個司法的程序 只是說 在你們內部的調查 還有你們人審會的一個調查 跟懲處最後的結論 我大概可以下個結論 就是輕輕放下 你們就是躲在 躲在所謂被告有同意 就是我們用法條來看被告有同意 另外呢就是我就是調查證據 說我可以這樣子來做這樣的勘驗的身體 那個市長你大概也知道說 這有急迫性嗎 我再請教你通姦的案件有急迫性嗎 了解 這個因為事實上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會被警告 他才會被這個監察院彈劾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當時他也有說他自以為是 是一個已經有避開那個男性辯護人的措施 但是當然就是成為委員講了 這有急迫性嗎 這個當然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集體的 集體的一個性貧意識的缺乏 甚至我如果要比較聳動一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集體的霸凌 為什麼 檢察官做這樣的勘驗之後 檢察官做這樣的勘驗之後 彰化地檢署有成立一個 這個聲調小組 那最後聲調小組就認為說 這個部分根本沒有性騷擾 然後當然他沒有性騷擾 他不是從性騷擾的要件去分析 他有沒有性騷擾 他是說他有照法律的程序 第一個他就是他在調查證據 第二個他是女性在檢查 但是你細緻來看 今天我們到醫院 我們要接受審查 接受這個身體上面的檢查 我們還要到另外一個私密室 還要有一個護士 他要把布蘭圍起來 很多很多種種的一些尊重 被檢查人的一些措施 但是這個檢查官他是怎麼樣來檢查身體的呢 他沒有到他所謂的檢查室是他在這個A偵察亭 然後他另外找了一個沒有開庭的偵察亭去那邊做檢查 那就是因為當天這個檢查室是男生所以沒有 他就找了一個女性的法警 那檢查官是女孩子 那個法警是女孩子 他就認為說我這樣就合於法律的規定 你都沒有去細緻去想要說我今天我要再一個 我今天開庭去接受調查 我沒有想到在我被偵察的時候 我要馬上被檢查身體 你要再看一下213條 有些是要預先通知的 叫檢查院的譚核文是要預先通知的 他沒有他認為有急迫 那你們後來的調查小組認為沒有急迫 這樣的一個急迫大家的考量是什麼 喔他檢查官他現在在調查證據 這個調查證據可以無限上綱到他的合理性正當性 是這樣嗎我今天當然在個案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如果今天是這樣的話 這個檢查官他在調查的時候 對被告做這樣的調查 最後最後你們造的一個調查小組 你們四個內部的委員 兩個外部的委員 六個認為說沒有成立性騷擾 但是我來看我不覺得說 他今天不是用他有沒有成立性騷擾的理由 我去分析他 他是說因為他是檢察官 他有符合那個相關的調查程序 因為他是女性 所以我要請教次長 你們在各個地檢署的相關的一個 這個調查小組的 聲調小組的名單 還有成員的專業背景 名單是怎麼樣來的 專業背景他們有沒有受過一些相關的 性品的一些教育或者知識 我們調你們法務部跟所屬各機關 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 大概就是只有一個社會公正人士或專家學者 那其他呢也都沒有去論 他們到底要具備什麼樣的資格 要不要參考性評教育法裡面相關的一些 具有性別平等的意識 所以今天這個讓我們錯愕的是說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政府機關 監察院認為是要彈劾 在去年你們地檢署組成的這個調查小組 是認為他沒有所謂的性騷擾 然後這樣兩個一個政府的機關 一個監察院一個 跟你們自己檢檢署組 自己成立的調查機關 調查的結論是南遠北側 那到底當然人家就會去質疑你們的 是不是在地檢署的系統 地檢署的體系 你們是去觀觀相互 市長你怎麼看 這個是非常的遺憾 跟委員先報告就是說 立交法官法的規定 這個檢察官的作為 我們已經做了 是在法官法裡面它是最重的 就是警告的處分 其實他的學姐 法官法警告是最重 怎麼可能是最重 遇到目前處理的 這個他的所涉及的情節 我們是用最重的警告的部分來處分 我沒有辦法接受次長 你說他這樣是最重 是應該就是要去移送 你們也之前會也可以去發動移送到監察院 所以我剛剛問你說監察院的彈劾 是不是你們法務部發起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委員的指教 我們非常的 我們要檢討 也就是說 當然 當然我們在這三個 一個所謂彰化地檢地方的一個性騷擾的處理 跟法務部的這個所謂的檢審會的一個處地 跟這個監察院 當然這整個這個程度上面 他把這個輕重有別 但是我們覺得委員所指教的這個是我們一定要深入檢討 好 次長謝謝你認為我指教的是OK的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今天監察院的彈劾案的文是公開的 你們的內部的調查小組的相關的意見是沒有公開的 我可不可以含送本委員會 另外可不可以提供彰化地檢署和台中高檢署深調小組的名單 還有成員的專業背景 受理性騷擾申訴後組成的專案小組的名單跟背景 然後法務部是如何透過什麼樣的領選機制 確定這些人 確定這些委員是有處理性騷擾申訴專業的委員 清楚嗎 市長 我慢慢的唸 我希望你們要提供 第一 你們做了這個決定 因為這是在你們地檢署自己成立的調查小組的決定 你們就需要接受檢驗 不然的話就是觀光下 就是保護你們自己 這個最大的問題是檢察官你在調查證據 不是你們認為調查證據 所以這個目的是OK的 所以一切的手段 一切的理由就可以無限上綱 你想想看一個女性的被告去開庭 然後被你請到另外一個偵察室 你去勘驗下體 你去勘驗她的乳房 這是何等的一個 把人家的一個尊嚴 被告的尊嚴 你把它踐踏到這樣地步 最後你們的聲調小組認為說 都是女性 性別是這樣判斷的嗎 性騷擾是這樣判斷的嗎 然後呢 他有 因為他在夾官 夾官很大 在調查證據 所以一切都合理合法化 我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希望要公開 我希望要接受檢驗 可以嗎 次長 謝謝那個委員 也讓我們有機會 其實我們在 我記憶所及在檢審會裡面 對這個檢察官的作為 我們也是一致都認為 這個行徑是非常非常值得匪益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遵照委員的指示 把盡可能的這些資料 今天的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再繼續請教 那我了解了 不好意思 我了解了司法院這邊是都有在上性評的課程 我不知道檢察官這邊是不是有相同的這樣的一個訓練 那希望你們會後把你們整個有關於性評的訓練 或者相關的一些 就是說有關於性評教育這個部分 相關的資料提供給本席參考 還有我剛剛要求的相關委員的組成 還有專業背景 這些相關的資料 如果有調查報告就要提供 是 可以嗎 好 謝謝次長 好 謝謝周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嬌華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 請 要不要留一下 我有一個司法院的那個問題 那那個 傅密就拜託再留一下 再幾分鐘吧 因為今天我特別講 其實傅密有他的行程 因為他很重視這個議題 所以特別來 但是他時間一定得先走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知道這個今天網路的問題 就是衝刺著性別歧視 偏見 然後像這個 網路這個 69萬次的這種 用這種非常粗魯的 汙辱女性的這種言辭 然後再下一張 還有這個 毆打女生 然後歧視文宣 這讓我想到我們這一次 蘇院長的內閣的 這個女性的比例 只有4.76% 然後在對照網路這麼久 已經發生這麼多這種 歧視女性 那是不是 讓我們整個社會有這種 偏見 或者是對女性的不尊重 那兩位 這個 次長跟傅密有什麼看法 你們現在有這個 相關的法規在規範嗎 有在這個 限制這樣子的 不當的言論嗎 好 請說 報告委員喔 那司法院大概主折的是程序法的部分 那實體法大概 好 那我們請次長 法務部這邊 目前有什麼法規 還有目前的人力有在做這個部分 我想除了刑罰 這個一般的 有關刑罰前的一個規定以外 你們有主動調查嗎 檢察官只要有任何的管道 或許有一些犯罪嫌疑 這大家都看得到了 69萬流染次 有嗎 我了解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依法 檢察官有制到有一些犯罪嫌疑 他都要主動立案來偵辦 因為時間有限 我是拜託次長 用書面給本席報告 就是我們從那個蘇內閣的女性比例 再看目前網路的這種對女性的歧視 讓我們非常的痛心 身為女性 身為母親 身為阿嬤 我都認為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也是跟我們現在政府單位非常 這個親世女性可能有相關 我們還是要拜託法務部這邊更積極 那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就跟司法院有關了 司法院在上上禮拜有一個判案 判例這個高等行政法院的判例 就是有一個開礦 那這個開礦在102年就已經違規了 環保署在105年開罰 礦物局在103年誘發許可 所以業者就違反環評變更 因為要先變更才可以給許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礦物局就給許可 環保署為什麼到105年才開罰 所以呢 這個罰金有2000多萬 但是我們的高等法院竟然判不用罰 竟然判不用罰 我在上個禮拜的質詢就有質疑 我們法務部調查檢調這邊 在碼頭山的這個地下水管都不開篩也無罪 只要那個行為人只要出國就沒事 找不到這個真正犯罪的人 然後那個祭司也沒事 這樣形同在鼓勵犯罪 那我今天看到我們司法單位 這個判例也是在鼓勵更多的犯罪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現在這個法務部跟司法單位的判例 這些法官或檢察官都沒有辦法 去認定這些違規或違法 然後只把責任丟給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礦物局或環保署 至少環保署還有開罰啊 那為什麼這個法院不判罰更多 而是只是把責任歸給這個 這個行政單位 那以後行政單位只要這樣子 獨職晚幾年開發 那個業者就沒事了 是這樣嗎 我們請司法院先回答 吳復密先回答 好 報告委員 這是一個比較具體個案 而且還沒確定的 那司法行政不能干預審判的獨立 所以這個我們恐怕 分析不是在干預 只是在讓次長了解 如果所有的法官都對這些 環境案件都不熟悉 然後做出錯誤的判例 那以後所有判例形成以後 那未來更多的這個不法就會發生 我們的環境就災難了 甚至這個案子會導致這個山崩地滑 甚至有土石流 會危害到鄰近居民的安全 那這樣子判例適當嗎 報告委員 因為具體的個案事實 我們也不清楚 所以這邊還有具體個案 還沒有確定 我們沒有辦法 為做環境這個 環境的保護 是大家要共同力的 犯罪的這個調查的這個訓練 夠嗎 足夠嗎 為什麼很多判例 都讓我們這麼擔心呢 那個是判決 報告委員現在比較沒有判例 他的判決 沒有判例 也不能說沒有判例 你們就不用訓練啊 不是 我們都有訓練 然後具體的個案 有他具體的要查的帶證 你們有環境法庭嗎 未來相關的案件 可不可以讓真正對環境 對關心環境的這個 有經過訓練的司法官 去做這個調查呢 我們有環安的專庭 連最高法院都有 那你認為這樣沒有缺失嗎 做出這樣的判例 你認為沒有缺失嗎 因為是具體的個案 那這個我們司法行 那相關這種案件 如果原則性 你們要怎麼去檢討呢 法務部這邊你們怎麼說 你不能推給個案 你就都沒責任啊 謝謝 我非常敬佩委員 我也是這種看法 也就是說 我們檢察機關 這檢察官 這個知道有犯罪嫌疑 立案偵辦 這是天職 我個人 我相信委員也知道 那麼對於這種環境的破壞 那麼如果有涉及到犯罪 那麼所俠的檢察機關 一定要立案來偵辦 不管是從哪個管的到 我是很痛心 就是拜託 法務部跟司法院 你們在審理這種案件的 法官或者是檢察官 能夠有相關的經驗 然後去認定這些犯罪的事實 否則這樣輕忽這樣草率的一個判例 是會危害更多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就像委員這樣的質詢 把這樣的一個具體的事件 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媒體報了 檢察官看了 他就有義務 他要去生物去調查 媒體不報 檢察官自己也得到 不能說 就是說媒體要依賴媒體 現在跟委員報告說 這個社會 國家做大家的 人民 他看到有什麼犯罪的跡象 他如果能積極 那麼來提供給 感謝次長有這樣的回答 那拜託 那個司法院這邊要更積極 來認定這樣的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法官對每個案件 也都很認真 很用心的去調查相關的證據 那 不要口頭說認真調查 這樣誰信 大家對司法已經都非常的不信心了 這個民意調查都有顯示這樣的數據 所以未來今天520嘛 司法改革你們要好好檢討啊 不要跟我說什麼 每個法官都很認真在辦案 這樣子的話誰能夠接受呢 那因為具體的 好了時間有限 再給我書面好了 好今天我的質詢 針對這樣子的判例 是不是會影響司法的誠信 對人民對司法的信心 這個內部要檢討 請給我書面報告 謝謝主席能夠要求 好 謝謝陳委員 那也特別謝謝傅密 不好意思耽誤你 那個重要的行程 也特別感謝你對本院 以及本會的尊重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洪孟凱洪委員 主席謝謝 好我想今天我們法務部次長 還有司法院相關的這個代表都有過來 那本席這邊也針對刑法22條 這邊有做一個提案 其實很感謝法務部這邊的這個回覆 是講說競表同意 我想還是要利用這個發言時間 再強調一次 因為在過去到現在 其實法律是與其近近 那本席一直注意到說 現在的時空環境背景 已經跟以往的大幅不同 最主要在於是 現在的行動工具 包括說這個智慧型手機的這個發展 真的是跟以往的想像都已經不同了 我們說看到這個刑法22條 在加重的這個刑期裡面 它是最後一次修法是民國88年 民國88年那個時候 都還是電腦都還是所謂的386 都還是所謂的這個 錄影的機 錄影的技術都還是用VHS 所謂的這個錄影彈 機器是非常大台的 但是時空環境變換到現在 是一支手機就可以錄影 而現在的錄影更是高畫質 而現在的傳輸是用數位的傳輸 也因此傳輸散播的方式 也比以往快超乎想像 一支一箭一秒鐘 可以把瞬息萬變 可以把所有的資訊都傳輸給不同的特定人士 也因此我們講是說 針對犯罪行為都一定要加強 本席要講的是說 針對這22條 這個強制性交 然後過程記錄者 來加重處分 這只是一個開頭 我想要先請教次長 次長您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本席發覺說 現在有非常多的犯罪行為 在犯罪的過程當中 也有加害者 他利用手機來去把這個犯罪行為 給記錄下來 您認為在記錄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進一步的去散播 這樣子是不是也有相關的刑者 應該要去受到處罰 是的 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是 次長我現在講的不僅僅是針對說 所謂的這個 不管是強迫性交 或者是拍攝裸造 等這個相關私密的部分 本席更強調的是 其實像現在 譬如說我們有所謂的校園霸凌 我們看到這個長行三不五時 媒體上就有出現說 這個校園霸凌 可能三位四位五位同學 圍著一個比較弱小的同學 對他坐以這個不管是言語上的羞辱 或是行為上的羞辱 以往 這樣的一個行為可能也都有發生 只是在以往的時空背景的這個技術科技 不夠發達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做記錄 但是當現在人手一擊的時代 其實校園霸凌 或者是相關的犯罪行為 恐嚇取材也好 等等的犯罪行為 如果說在過程當中 還有被手機拿來做記錄的話 對於這個受害者來講 他的傷害可能就不僅僅只限於當時當下的時空環境 可能包括說未來 他在個人比較羞辱的時候 或者是個人被侵犯的時候 的這樣的影像被記錄下來 可能他一輩子都會活在這個陰影當中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要針對 這樣的一個犯罪過程的記錄 這樣的行為著與加重的處分 我們認為這個是非常寶貴的意見 其實這次事等於是二次 而且是加深被害人的那種傷害 沒錯 好 所以本席今天也就提出來這個部分 刑法222條的這個修正 如果說今天可以順利的 在我們大家討論這邊來做 大家都可以支持的話 未來本席也會針對其他的犯罪行為 如果說有過程當中有記錄的話 我也會提出相關的這個加重處分的一個行責 因為最主要本席還是認為 因為科技的進步 因為現在傳播資訊的發達 以及因為現在如果說犯罪行為被記錄下來 可能這個受害者 他只是當下的受害的陰影 到最後也會變成是他一輩子心裡的夢魘 因為每個人都不希望他自己受害的過程 一而再再而三被不特定人事 或者說被其他人重複反覆的觀看 或是重複反覆的這個窒息 可能這樣子也會構成所謂的一個聚眾 或說所謂的這個羞辱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部分是本席之後也會再做提出 那我也希望如果說有提出 或說法務部認為這樣的行為是不妥的話 也應該主動的針對我們現在現行的法令 有做相關修法的一個必要的一個討論 市長您可以同意嗎 因為跟委員報告就是說這個意見非常的寶貴 這不是只有在這一個所謂的222條這部分 不只是強制性交 我現在已經是跳脫這一個部分 將來因為我們的刑罰研修是一兩個月就一次 所以這部分我們已經把寶貴的意見帶回去 讓這個研修委員他們能夠參考 是 好 真的我還是希望是說因為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本席一直注意到 尤其本席現在的小朋友一歲五個月 我想我們在座可能每個人都有子女 我們的這個子女在這個生長的過程 或者說不要說是子女的部分 即使是我們成人 如果說有這種被犯罪行為的過程當中 被人家做紀錄的話 我想我們也不希望這樣的一個紀錄 一而再再而三人被反覆的 可能被散播被傳播或說被人家觀看 所以人通此心心動此理 這樣的一個部分可能是 因為科技的進步而造成的新型態的犯罪的一個過程 我希望我們的相關部門要重視 那本席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持續的來就現在的法令不足之處來做加強 好 感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不在 我們請鍾嘉賓委員 好 謝謝趙偉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各位列席德州民進化市場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那麼今天呢 剛剛前面幾位就委員就 法條部分都有一些討論 現在我們想就司法實務的部分 進入於救教我們次長跟是副庭長 是副庭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簡報OK了嗎 時間 欸 還沒好 對不起 主席可以 那個時間停一下 今天 請大家留意自己的筆電不要被害啊 OK 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先輕鬆的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通俗電影當中 我們看到以前有包公 包青天 吾有斬召 吾有公書策 那麼另外有一個比較好笑的是周星馳 吾有包有為 吾有抱頭 我想在過去的這個司法實務上 法官呢他有左右手 當然不曉得大家希望成為哪一個啦 法官的左右手呢有書記官 我們看一下書記官呢 他的考科跟待遇 他的考科和律師司法官都非常接近 薪水待遇呢也還不錯 所以他是專業的法律公務員 那想請教的是廳長 書記官有分法院的書記官 和檢察署的書記官 那請問法院的書記官主要職責為何 書記官主要在這個訴訟上 是相助法院來處理一些 這個記錄的業務等等 記錄的業務 是的 當然還有其他跟記錄業務周邊 相關的一個事項 那我們看到他幾乎跟律師一樣的考科 但是呢他除了法律專業之外 還要練手的速度啊 一般來講書記官打字 要趕上一般人說法的速度 要自行開發出追音的輸入法 而且呢各級法院還要定期考核 是不是這樣 是 好那我們以一個屏東地院的書記官來說 他就是要回家要練打字啊 聽說他的打字速度 一分鐘中打可以達到174個字 是打字中的高手 你看他除了除了拘票 押票 收手票 傳票 民事執行 跟聯絡開庭之外 當庭筆錄也是書記官的中央任務 聽長是這樣嗎 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書記官之外 還有一個叫法官助理 我們看到司法人員 人事條例當中 我們 書記官是來自於司法人員人事條例 但是法官助理的設置呢 是根據法院組織法 和行政法院的組織法 他是用約聘務人力 一年一聘的方式 以自行召考會領選 由各法院來辦理 簡單講他的保障 身份保障是不如書記官 但是你看一看哦 他所做的內容啊 看起來哦 如果以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的助理來形容啊 感覺上書記官比較像是行政助理啊 那法官助理比較像是法案助理 那待遇呢 當然是沒有差很多 可是保障是不太一樣 那在接下來我們看看一下 那麼請問廳長 那為什麼製作筆錄會是書記官的重要任務 打次的速度變成他考核的指標呢 這跟他考科的關聯程度是什麼 他辛辛苦苦考了那麼多法律專業 結果好像他的工作內容主要是看打字 謝謝委員提問 現在主要是說我們在訴訟法上有規定 我們訴訟程序的進行啊 專於筆錄為準 那記載這個製作筆錄相關工作是 只能仰賴書記官來處理 只能仰賴書記官 那書記官如果只是專做筆錄的話 需要考那麼多考科嗎 因為他在法庭上還是要能夠聽得懂人家在說什麼 好要聽得懂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歷史照片大政時期台灣的辯護士 在書法毛筆的時期大政年間 日本的施法有代書人 它的一個代書人法台灣施行要點 那時候印筆的時期 手寫筆錄要三四張副鞋子 兩份給當事人一份給法院存檔 那現在呢當時沒有科技設備啊 聲音啊影像啊記錄沒有辦法再現 所以呢要有專業的書記官 快速的記錄當庭的重點 這是合理的 我要強調 這樣的書記官的設置當然要專業人士 要聽得懂 要能馬上把大義寫下來 但你看今天我們刑事訴訟法第44條之一 節錄我那邊說有全程錄影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認為呢 判審判的筆錄的記載有誤的時候 或遺漏的時候呢 還可以申請掉錄音跟錄影 來跟著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已經可以再重現聲音影像的當時了 為什麼還要要求書記官當庭 要好像一字不差完整誤的製作筆錄呢 請問廳長 好 先委員的提問 目前我們關於這一部分有兩個策進作為 一個是我們有透過委外轉譯的制度 很好 對 這一部分目前是有兩個法院在事辦 因為還沒有辦法全程來處理 是的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是透過語音辨識 那直接將當庭的一些語音內容 直接作為 直接記為 您說的這個東西都不是新鮮的科技 你看我們即時的外語口譯 在現在數位電腦科技時代大眾傳播時代 連手藝都有即時那是很難取代 但你看電視的即時字幕 我們很多委員有上去電視的live的現場 他馬上可以登打成字幕 那也是靠電腦語音的科技來我們講一下看 如果說影像轉文字 你看我們現在有各種的專業 試調座談會的訪談或電視節目的字幕 或者是說這個影音頻道 很多他們的聽打呢 大概都是這個行情 其實呢 比起我們法律訴訟官司 他們也有哦 一分鐘30元起跳 台語呢也是30元 好 來 現行的委外行情呢 我們看一下 台北地院在108年這個違例呢 我們有做了一個200萬的一個委外案 那當事人證人眾多的大案子 為了檢討書記官製作筆錄的時間 行之有年啊 專業書記人可以擔此重任 對不對 所以都在做了 好 所以我的問題請問廳長 那有沒有辦法擴大專業書記員 在參與製作法庭筆錄 譬如說用AI來輔佐專有的法律名詞 再由書記官做最終的確認 減少書記官讓花費時間 在製作筆錄的事情上 而專在其他的核心業務 委員這個提議啊 真的是非常的切合我們目前的需要 那所以現在是有兩個法院 現在做這一部分的這個事辦 未來還有相關的資源需要部件 好 來 我們看一下你們透露多少支援 你們在2019年6月28號呢 有一個語音辨識系統的建制案1800萬 那現在兩院事辦 台北地院民行各一庭 明年8月8月底會上線 台南高分院呢 也有民行各一庭 也是在8月底 那目前呢剩不到100天了 能不能順利上線我們拭目以待了 請問廳長或次長 先稱廳好了 現行的法規的適用性 如果以刑事訴訟法第43條的結錄 前兩條筆錄應該由在場之書記官製作之啊 還有刑事訴訟法第4條 由書記官來製作審判筆錄 如果未來擴大由專業的書記員 與應辨識系統製作審判筆錄 有沒有證據效率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 那筆錄當然是應該由在場的書記官來製作之 但是在場書記官是可以有輔助人員 或是其他的輔助設備 來協助書記官來達成這樣的一個處理 來 次長您看的嗎呢 就是 正如彭聽長講的 就由這個委外的專業人員製作以後 再由那個書記官來確認 沒有錯啦 就像我們的交通執法 路邊停車 停車收費員 但是違規停車呢 他先拍照 然後由警察來開單 好 那目前科技進步了 你們制定了新法 目前呢你們訂了一個 民行士訴訟筆錄使用電腦記錄實施要點 在90年已經開始了 那現在呢這第二條說筆錄呢 可以用電腦記錄 早就有法條了 第三條來說 這個我們的一二省呢 可以設置電腦 還可以同步顯示書記官的侵入狀況 所以是不是你們應該進一步來 研理民行士訴訟筆錄使用語音辨識的實施要點 把他想辦法強化這樣的一個法律要點 廳長 班委員如果將來發展到這個階段需要有 不是將來啊 90年已經開始了啊 是不是 但是你們是不是應該與時俱進啊 現在距離二十年前的這個實施要點呢 你們現在有更好的技術嘛 所以是不是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來 那不然市長呢您看法呢 是的 同意就是說 我們當然就是與時俱進啊 就是說我們 畢竟我們檢查機關啊 這部分跟法案還是 還是不是完全同步啦 就是書記官的部分 是 好 謝謝 那我想呢就是兩位啊 就是說這個是需要跨部位的合作的 因為從這個當事人進入到刑事偵察庭 到後來的法庭審判 那麼書記官的角色或當庭的文字記錄 或任何的記錄事項 我們覺得呢 未來的時代啊 應該讓國家考試的書記官 不再只是花費很多時間 在非核心業務上 未來可以用人工智慧 或其他專業人士代勞的 像這書記的事情呢 盡量的呢就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也盛進不去呼籲 像包括目前的法官助理 他是用約聘僱人員來聘任 那主要是受限於政府機關 原額法的總額上限 所以你們用約聘僱人員 那同樣的 如果我們用這個比喻來講 法官助理他所對於司法 核心業務的掌握 不亞於書記官 但是呢 書記官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非核心業務 而法官助理做那麼多的核心業務 卻沒有公務人員的身份保障 這一點是不是請廳長跟次長 分別來表示一下意見 有關法官助理的設置 當時 剛剛有他的一個背景 那如果有這部分有 也你的必要 因為 而不是本廳業館 我還要再做一個了解 那他是不是能夠未來取得 正式 這個公務員身份等等的保障 需要再心了解 好 那麼最後呢 我就做個結論 然後再請那個次長 可能做個補充 我想第一個 是不是引進書記人或 語音辨識降低書法 書記官的負擔 第二個 盤點有可能的爭議法規 重新訂定新法的計畫 所有司法院跟法務部 應該各自往書記官 收集意見 要聽取他們的意見 然後呢 以評估的方向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財事 請司法院跟法務部 在一個月內提出 相關的改進的書面報告 來可以嗎 主席財事 你們兩位次長 還有聽長可以答呼一下嗎 那個次長應該可以回答了 聽長因為不是他的業館 不是他的業館 因為這個有關 這個書記官的部分 司法院的部分比我們還多 因為我剛有跟委員報告 那畢竟我們法務部的預算 跟司法院還是不一樣 還有我們也沒有法官助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有檢查事務官 一樣的 但是法官助理的部分 這部分怎麼樣 還是尊重司法院的意見 那位其周全 是不是能給較長的時間 讓我們可以妥善的收集 相關意見 可以嗎 兩個月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就拜託 那個 法務部跟司法院 兩個月之內 好不好 提供 OK 好 謝謝 那我們因為11點的關係 我們休息 那個5分鐘 那 可能在休息之前 我再拜託 因為剛才 NCC跟 這個NCC對本會 非常的不尊重 連 那個 通知書上面 寫得很清楚的 一級主管 都不到 那我相信 你們的會帶也開完了 接下來 大家很重視 就是關於 對這些的影像 對於被害人影像 造成 再度傷害的情況 怎麼樣子處理 他的SOP 這個時間 NCC離立法院不遠 拜託通知一下 請一族 一級主管 到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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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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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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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对方 包括包括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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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对方 对方 对方说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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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请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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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